他说是警方日前针对黑帮结合毒品作为首要的茶器目标 在历经数个多月追查后 得知具有黑道背景的郭信通气范宇哥哥 在新北市树林区租设铁工厂 利用二三楼从事毒品咖啡包和一粒棉等制作与分袋 企图要掩人耳目 幸好最后还是遭检警破货 并起出近200公斤的毒品原料和12部的制毒机具等 以避免毒品持续流入市面 危害更多人 打开二楼房间里头全都是用来制毒的机具 抽屉里头还藏有大量毒品 台中市警方累经数个多月的追查之后 在新北市树林区 茶货道具有黑道背景的郭信通气范 与哥哥以一楼铁工厂形态来做掩护 在二楼跟三楼来从事毒品制作与分装 在工业区注射工厂 并在一楼外观 以田工厂形态摆设作为掩护 实则于二三楼 隐秘从事大规模 制造分装毒品等范形 特意增加警方茶气之难度 警方表示郭信通气范就有天道蒙的帮牌背景 制毒技术也是从该集团成员学习而来 大多都是二级毒品咖啡包与一粒棉等 借此谋取不乏所得 先好最后还是遭到检井破货 并起出建200公斤的毒品原料 以及十二部制毒机具等 毒品混合原料184.69公斤 空气196.74公斤 以及制毒粉碎搅拌 打定包装机器十二部 全案为新北地方检测署 珍藏后于日前正式起诉 警方也强调二级毒品咖啡包以及一粒棉 大多是时下青少年经常接触到的毒品种类 幸好即使破货 也避免毒品持续的流入市面 危害更多症 而全案也因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 来阻断黑帮的筋脉来源 就陈不汉台中才放不到 逅迟黑帮处 断黑帮处